一天前的我绝对不会相信 这家日本厨师做的上海菜盲盒里有 本帮菜 川菜 卤菜 月菜和糖葫芦 今天我们回老家了 第一道凉菜拼盘 石斑鱼做的熏鱼 石斑鱼的嫩滑配上了熏鱼的做法 就是那种开门红的惊喜 马兰头豆腐卷 它真的懂本帮菜 美中不足的是调味里放了花椒油 这个菜单上说是辣白菜 但是吃下去发现是醋溜白菜 第二道是葱油饼配干酱 你们知道我多久没有吃到正宗的葱油饼了吗 不按照主厨建议涂上干酱的时候 我还是后悔 牛豚肉和西洋菜煲出来的高汤 老火亮汤我懂 可是这红油又是什么意思呢 牛豚肉被煲到老了还是一嘴油 所幸汤够鲜 辣椒和白葱炒的辣油不辣 但是香甜 加完辣油之后可以下点面就开始吃了 就上点心了 萝卜丝饼里面放了春笋 那种咬开就能闻到的清香 配上萝卜丝 感觉春天都要来了 清蒸的虾和蛤蜊 蛤蜊没有调味吃的是清甜 虾上面放了葱姜蒜调味 吃的是鲜嫩的口感 盘子都快被你吃了 喝完汤一抬头就是主厨开始做炒菜了 沙茶酱炒鱿鱼 鱿鱼是刚断身的嫩滑 浮持炒牛后腿肉 就是我的最新新流行 我以为逃过了红烧肉上撒松露 没想到要在松露堆里找牛肉 和牛让爆炒油上加油 大概就是日本厨师爱用和牛 谁能在冬天的晚上拒绝一碗云吞面呢 汤里放了太多的葱姜蒜 云吞煮了太久 肉和虾都硬了 碱水面 碱水少又软啪啪的 最后一碗 最简单也是最困难的蛋炒饭 用葱姜爆香 加了生菜和猪肉干 就是简单但是好吃的美味 甜点之前还有一杯莫迪花茶 日本人真的很喜欢这种一整朵花的茶 我一直以为甜点是酒酿园子之类的 这个冰糖草莓入口即化 像在喝草莓汁一样 杏仁豆腐像是在喝固体的露露 我觉得无论是谁做中餐 或是以怎样的方式呈现 都是客人在为餐厅的审美买单